您喝水 你可真喝水啊 我老婆和女儿是住在您家的 对着呢 是啊 他们不住我们家住哪儿去啊 这个都说夫妻没有隔夜筹 你们这是隔了几个夜了 你们这是有多大的手啊 是的呀 你说这个云云半夜抱着心愿跑回家 胖胖胖地飘门啊 你知道邻居全都看到了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搞离家出走呀 您 您的女儿林云云在搞离家出走呀 爸 妈 今天把您二位请过来 有些话呢 我就直说了啊 我和云云结婚这么些年 我待您二位不保吧 我待你们的女儿林云云也不保吧 别说逢年过节 就连平时她往家里不停地拿东西 我都装作不知道 对不对 爸 我给您送酒 那可不是一瓶一瓶地送 那都是几箱几箱地送 我提过这些事吗 没提过 她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她想当老板娘 行 我让她当老板娘 我投资让她当老板娘 那她除了在妈妈们面前 光鲜亮丽 她在您的亲朋好友面前 那可是耀武扬威呀 说光宗耀祖都不过分吧 可是呢 您当老板娘好歹您把家给弄好啊 您知道这段时间我回家 不是吃泡面就是吃外卖啊 她太忙了吧 行 这些话我也不想说了 反正都是花的我的钱 没关系 花 我真的不明白了 云云她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还不是第一次 行 走可以 女儿必须给我带回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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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伟啊 我纠正一下 也不是什么离家出走啊 这女儿回娘家住几天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啊 是吧 你家伟学历高 那呢 你就多担待一点啊 对着呢 对着呢 那您说怎么担待 那你想怎么担待 您说 那我们就让她回来给你 赔礼道歉好了 赔礼道歉就完了 您知不知道 林云云这种行为 对星月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为什么 对星月那么严加管教 做规矩 要让她品学兼优 就是希望不光是她 还是将来我们再生个弟弟 或者是妹妹 这两个孩子 都是要有规矩的 都是品学兼优的 都是要有家教的 我说得对吗 所以爸妈 我想请您二位回去好好劝劝云云 踏踏实实生个二胎 做一个好的妈妈 这一路啊 什么人啊 好歹我是她丈母娘 妈妈对我这个态度呢 港独女性 越来越不像话 爸 妈 你们去哪儿了 这大白天的你还能睡得久啊 你的心倒是蛮大的 我们去哪儿了 我们不是挑起你的事情去的 这个顾家伟啊 现在是眼睛长到头顶上去了 我们好好去帮你们劝合 你们去找顾家伟吧 什么叫我们去找顾家伟吧 是他打电话把我和你爸爸叫去了 我告诉你那个态度 你 你坐下 你坐下 坐下 坐下我问你啊 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和顾家伟离婚啊 是 我已经找律师咨询了 好 我们俩都支持你啊 要离咱就趁早离 趁着你现在年轻 又漂亮保养得又好 不跟别人说谁会知道你生过孩子 说不定咱找一个比顾家伟还要好的来